Hello 大家好 那我国现在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实施了这个行动管制令 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乖乖待在家里 不可以随便出门 也因此你开着你的车子出外的机会就更加少了 那现在小编就和大家分享在这段期间 要如何照顾你的爱车 那首先最主要的自然是要定期为你的爱车启动引擎 我们都知道长期没有 Start 车的情况下 这个续电池它的电量是会慢慢流失的 如果完全流失到没有电的话呢 对它的这个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会导致这个续电池报废 那这个所谓的 Cold Start 究竟要多久进行一次呢 我们的建议是大概三四天这样 Cold Start 一个五到十分钟左右就OK了 不过这个还是要看你的续电池的状况 如果你的续电池是刚换的话呢 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的续电池用可能超过一年 或者是以上的话呢 那你可能这个 Cold Start 就要进行久一点了 有些人就会讲不然就直接把这个续电池的 Terminal 拔掉就好了 温馨提醒 现在很多新车都已经是电子化了 很多功能像是唱机啊 甚至是安全系统 其实都是靠这个续电池来供电的 如果你拔掉这个 Terminal 长期断电之下 这些系统这些功能可能就无法正常操作 可能需要回厂 Reset 才可以正常操作 这样子不是更加麻烦 车子这样长期停放喔 929 其实它的胎压是会慢慢减少的 胎压不足的情况会导致轮胎变形 简单来讲就是会减短这个轮胎的寿命啦 因此我们也在这里建议你如果可以的话 在这个期间就定期检查你的胎压 假如你没有仪器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开到附近的油站 直接为它打风 确保这个胎压是长期充足的 不过在开车出去之前 我们就可能要你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刹车盘可能因为 长期这样子停放着 可能会生锈 也因此在开出去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你的 这个刹车踏板有一种刹车不吃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建议你开出去的时候 踩刹车也尽量温柔一些 抹掉那些表面上的不平坦过后呢 它就会变正常了 那在这段期间呢 车内的消毒工作就非常的重要了 许多部分呢像是这个 你一直动到的这个门把 扶手啊 方向盘啊 甚至是这个Signal的这个stock啊等等呢 其实这些地方啊 长期下来都是隐藏了许多灰尘 细菌 甚至是病菌 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就建议你最好是定期为这些部分进行消毒了 如果你的爱车长期停在户外日晒雨的话呢 在这段期间呢你要注意看你的这个车漆 有没有粘到这个鸟粪 又或者是 树上掉下来的那种罩 因为这些液体呢对这个车漆的 腐蚀性很强会伤害到你的车漆 最重要一点就是 定期清理车子上的这些裸叶 你可别小看这些裸叶哦 长期累积之下 万一他们不小心就累积在你的车子特别设计的那些排水槽之上的话呢 万一遇到下大雨的话 这些雨水无法及时排出车外 可能会渗透进你的车内 这时候就大事不妙了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也欢迎各位老司机 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在这期间 照顾爱车的方法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